我说过了 上一集你们猜我什么星座 现在这一集我猜你是什么星座 如果大家对水晶有兴趣 想知道更多相关的资讯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按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精彩的内容 上一集我已经和大家介绍了六个星座 接下来另外六个星座的运程 和如何配搭适合的水晶 第一个今天就是天平座 天平座呢 今年要扩展舒适圈 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去瓦解僵化和限制的想法 以及在任何低估自己能力的举动 亦都可以会今年发挥创意 去令自己更加自由 好了 我会推介男童国 为什么男童国我经常说 对应头脑的第三眼从我 令到你会更加可以发挥创意更加自由 好了 接下来天河石 天河石呢 我的片经常说 不单止是赌博之石 其实呢 它可以帮助你呢 想东西跳出另一个关关 可以瓦解僵化限制的想法 好 到第二个 天蠍座 天蠍座呢 今年呢 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领域就是你的家庭 意思是家庭很重要 拿多点时间陪伴你的家人 主动去给予支持和帮助 去建立这个关系和谷的新模式 亦都会为每个人更加有力量的帮助 好了 我就会推荐呢 粉晶 为什么呢 粉晶呢 是令到你和你的家人更加之和 因为我经常说的嘛 它是和人性关系是有关的 接下来就是白水晶球 白水晶球呢 它是一种放大的能量 令到你的power更加之强 有力量 所以这两种就是会适合这个座的 好了 多多 人马座 人马座呢 今年呢 是需要深入探索 自己内在真正感受和想法 那你会获得自由的关键 越清楚自己的状态呢 就越能完整去表达 对个人有长远的帮助 那我会推荐呢 海文石和海南保 为什么呢 我经常说的嘛 这个是对应我们的喉咙的位置 表达的能力 不单止 其实呢 它都可以清晰加强 内心的能力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喉咙和我们的内心是连续住的 不要忘记的 所以呢 这两种是帮助你 获得自由的关键 好 另外就是山羊座 山羊座呢 今年要关心多些自己 而且要肯定自己 因为你的价值不是只有 工作的产值所决定的 将自己照顾好呢 丰盛之流呢 就会为你带来成功和付出 那我会推荐呢 就带呢 绿银石 绿银石我经常说的 其实是一种开心的石来的 但是呢 要记住了 不要带得太低 太高 一定要在两宇之间 对应个森林 因为呢 它会给到power力 给到快乐力 好 到水瓶座了 水瓶座的朋友呢 今年你对自己会有更宽狂的状态 甚至乎有很多不同 未见过的认识喔 要保持弹性 带着一些好奇心去探索事情 那你会在这个过程呢 享受到内在的求之欲和快乐 那我会推介呢 这个非常之强大的双尖水晶 因为为什么我经常说的 它的能量很大 它会帮你的光加强 好了 你用它来打坐冥想呢 就会令到你的能量保持一个弹性 好了 或者用这个呢 810这个水晶 也都可以加强你内在求之欲 帮助你令到你开心的 好了 最后啦 就是双鱼座了 今年呢 你是需要做一些断捨 有些你再不需要的人事物 要做一个整理 即是收拾一下它啦 画上必要的句号 会为你带来人真正的自由 和更加赞放人生 那我会推介呢 就是指农精啦 手练 或者吊嘴的 为什么呢 我之前也有提过 指农精就是给一些肯定去改变的人 帮助它 加强它的信心和勇气 好了 以上六个星座都讲完了 那大家就记住哪些水晶配合自己呀 去将你的运程更加之提升啦 更加之做得更加之好 那来际呢 三月份有个大日子呀 就是我Peter Sir 三月十四号生日啦 那今年呢 我想做些很有意义的事喔 那当日呢 我会为大家进行单对单 水晶能量传送的加持 另外呢 到场仁时 千万不要送礼物给我 千万千万不要送礼物给我 大家只要准备一袋水一百元 我就会将这些钱全数捐给泰国金罚子 和大埔九九龙庄 作这个慈善的用途 大家福有犹归 到时呢 更有幸运大抽奖 人人有份 永不落空 好 记得上来之前呢 要WhatsApp我订好时间喔 点击下面的连结 早时见啦 哈哈哈